大家好,今天我们用一块豆腐五根尖椒来给大家分享一道出乎意料的美味 首先在豆腐中打入两个母鸡蛋 再加入少许食盐 生抽 鸡粉 还有一点点花椒粉 然后再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接着将豆腐捣碎后搅拌均匀 加入鸡蛋和淀粉都是可以促使豆腐口感更加黄嫩 搅像现在这样先放一旁待用 接着将金椒洗净去地后切成小段 然后再用一根木勺把豆腐塞入金椒里 塞满后两端抹平 再裹上一层淀粉 这样可以防止豆腐挤肉出来 全部弄好后 锅内放入少许油润锅 锅热下入弄好的金椒 用小火慢慢煎制 煎至底部起骨皮微微焦黄 翻个面 两面都煎至焦黄 逼出金椒香味 然后再来少许食盐 还有一点蒸鱼吃油 翻炒至金椒入味上色 再来拌小碗水淀粉 翻拌至收汁即可出锅 豆腐和金椒这样做 金椒焦香软辣 豆腐滑嫩爽高 超级的开胃下饭 喜欢就快来试试吧